美对俄空中侦查升起模拟突袭 针对中俄 神秘特洛伊木马计划曝光 重兵压境 美加利无装东欧前线 试探俄最后底线 果断亮剑 俄海上盾牌扳回一局 美媒大肆炒作可以同时对抗打赢中俄军队 又暗藏哪些玄机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时给大家请来两位专家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宋新芝老师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江亦老师 欢迎两位 近期我们看到美国不关键的 不光是在印太地区腥风作浪 那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剑马弩张 也在不断地升级当中 几乎是进入到了陆海空全线对峙 这样的状态 那么究竟在哪条线上美国会先出事 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悬念之一 那在进入今天节目之前 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料网台 小叶 好的 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主要媒体 对这个事件最热门的五条评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针对美军B-52轰炸机 从乌克兰一侧抵近克里米亚 逼近俄罗斯的举动 美国驱动网站指出 这几架最新出动的B-52轰炸机 尤其是他们飞行的这一特定地区 旨在展现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这一行动也向俄罗斯提出了明显的挑衅 我们再来看 而针对格鲁吉亚和北约多国举行的联合军演 今日俄罗斯引用相关专家的观点认为 北约的领导者们正在试图对格鲁吉亚 适度承诺并且保持距离 同时积极利用基础设施 向俄罗斯施加军事政治压力 但文中也强调 俄罗斯可以控制局势 并且充分确保其南部边境的安全 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北极 我们来看 中国国防报指出 俄海军北方舰队的例行远航活动 具有深层的含义 这一远航既是俄罗斯对美国等北约成员国 挑衅行为的回应和反击 也是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有利举措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美国驱动网站指出 全球气候变化 使得军事力量还有商业利益 更容易在北极地区开展活动 或者以其他方式进入该偏远的区 北极地区的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 一直在增加 对海底资源的使用权 以及对潜在航道的主权 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争论点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针对美俄两国近期 在各个领域的频繁市强举动 中国国防报认为 展望未来 在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的背景之下 美俄未来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军事对抗 仍将延续较长的时间 相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以上就是本周媒体量王台的全内容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我们看到美军不断地 对俄罗斯抵近侦查 俄罗斯不断地进行强硬的拦截 这不是新鲜事了 但是这几天俄罗斯宣称 美军现在已经不是 对俄罗斯进行侦查这么简单 而是搞起了模拟空袭 那这是美国要动真格的了吗 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在讨论之前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9月4号 美国空军三架B-52轰炸机 与乌克兰战斗机 开展了联合训练 在训练过程中 这三架B-52轰炸机 被发现曾靠近了克里米亚半岛 且距离克里米亚半岛 仅有25公里 美军发表声明称 这次任务展示了位于前线的战机和机组人员 是如何提升整体防御能力的 针对美军的挑衅行为 俄罗斯南部军区4号当天 出动4架苏两栖战机和4架苏30战机 至黑海和亚素海上空 对美军B-52进行了拦截 近期美俄空中对抗不断加剧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9月8号 俄军战机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巴伦之海上空 拦截了北约军机 据俄防长绍伊古6号透露 美国和北约空军 对俄边境的侦察活动急剧增加 上个月类似的侦察活动 比去年8月增加了大约30% 此外西方战机一直在积极开展空袭训练 定期对俄罗斯境内目标 发起模拟导弹打击 宗老师怎么看 你看美军现在更多的是派出了轰炸机 在底进 不光是侦察机了 三架B-52H轰炸机 然后俄方是四架苏两机 四架苏30去应对 您怎么看这种力量的对决 有点像空中掰手腕 就是双方较劲 你出动轰炸机 那就是来者不善 我也是把最好的飞机拿出来 应对你 拦截监视半飞 但是它这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可能这个活动说的是在黑海上空 但是还有一次是进入乌克兰的领空 从乌克兰方向去飞临克里米亚 这几个事都是比较少见 而且是站着轰炸机飞得这么紧 我施压的强度再进一步加大 就是我飞你飞得非常近 也就是俄罗斯方面说的 你这是在模拟攻击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双方剑拔弩张的劲 江老师怎么看 就刚才宋老师也提到 就是美军轰炸机这次 就飞入乌克兰上空 然后逼近克里米亚边境 只有25公里 这个含义其实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从政治上来讲 这次通过乌克兰的领空 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我美国有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我愿意为乌克兰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加大军事上的 这样一个遏制和打压的力度 因为过去在俄罗斯周边 都是侦察机 那我现在要派 真正能作战的进攻型的飞机 到你周边来 所以为什么这次派三架 B-52去 临近克里米亚 2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内 它要打击的范围 肯定不是克里米亚 它肯定要打击的是 俄罗斯的纵身 而且从B-52的这个飞行 它不仅仅是一个飞行作秀 它肯定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间 要有一系列的侦察 有一系列的模拟攻击 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 所以从这个整个美军的 这一次这个行动来看 它肯定是一个对俄罗斯 模拟攻击的一个态势 但是从整个大的趋势来讲 现在还谈不上 美国不断升级的这种空中挑衅 特别是如此大规模地抵近俄罗斯 那么它的用意究竟何在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相关的观察 小叶 好的 近段时间 美国无论是侦察机还是轰炸机 都高频地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附近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表示 2019年8月共有87架次北约飞机 抵近俄罗斯领空 而在2020年的8月 这数字提升到了120多架次 暴涨了30% 而在中国仅仅7月份 美军就有67架次侦察机 闯进了中国南海 俄媒披露 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试验 代号为特洛伊木马的全新战略 美国国防部认为 虽然美军的飞机能够通过在 15万英尺上作战 避开对手廉价的低空防空武器的打击 但是美军仍然将遭到 俄罗斯等具有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打击 因此该战略首先需要夺取 电磁频谱优势 随后取得空中优势 实施精准穿透 我们具体来说 首先 派出大量军机 侦察对方的防空系统 美军近年来先后成立了 空中优势体系能力协同小组 和电子战电磁频谱 优势体系能力协同小组 加快穿透型电子攻击能力的建设 并在此基础上 组建美国空军第16航空连队 又称空军网络航空队 整合并同管该军种的电磁战 第16航空队甚至于2019年 建立了一套攻击 俄罗斯和中国防空系统的作战方案 大规模的侦察行动 其中的一个目的 就是了解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的相关情报 以及试探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反应 我们再来看 窃取俄防空情报信息之后 美国空军对俄防空系统进行一个评估 并且制定空袭的电子战计划 此外派遣出的B-52战略轰炸机 以及用民用客机伪装的侦察机 都装在大型电子吊舱 模拟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 进而为之后暗中出击B-2扫清障碍 最后我们来看 隐蔽精准打击 美军新的战略 是以美国空军穿透型制空为基础 以F-35隐身战斗机为实施主体 由F-22利用其先进的空中机动能力 提供空中掩护 企图深入对方空域作战 打击陆基战略弹道导弹 预警机 空中加油机等 高价值的美调 俄美指出 特洛伊木马战略中 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办法确认 不过美军特洛伊木马战略 所展示的新的战争模式 已经明显有别于 30年前的沙漠风暴模式 很有可能成为 美军在大国竞争模式下 针对潜在对手的新型作战样式 值得高度关注 查诚 好 谢谢小叶 其实美军的频繁侦察 也是不光用在俄罗斯身上 对 也是抵近中国的 中国沿海也来 江玉老师 您怎么看 就是同时对于中俄 这样两个大国 频繁地搞这种抵近的侦察 第一个方面是 反映了美军建设 整个的思路的转变 就是这个时候 我的重点是要打大国 是要准备跟大国来进行作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在俄罗斯的周边 在加紧排兵布阵 在中国的周边 也进行反复的这样一种海空 两方面的这种演练和演习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美国国内也面临很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战略 对军事战略的一个要求的时候 就有一个调适的一个过程 我是这么去部署的时候 我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一段的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勉强 有一些吃力 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托 就是一个号 所以我们看到 不光是空中的对抗升级 那么美俄在地面的对峙 应该说火腰味也是越来越浓 我们看到美俄斗法的最前沿 除了之前的波兰之外 另外一个国家 现在也进入到媒体的聚光灯下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波罗的海新闻社9月3号报道 立陶宛国防部表示 秋季将在立陶宛举行 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将有来自美国 法国 意大利等国家的 1000多名士兵和军用飞机参加 其中美军向立陶宛派遣的 500名士兵和40辆车辆 已于4号抵达 并计划在演习结束后 继续留在立陶宛 直至11月 9月7号 北约高贵伙伴2020年和军演 在哥鲁吉亚 瓦贾尼军事基地 正式开幕 共计约2800名官兵参与演习 据悉此次联合军演 将以实弹射击演练 机动化作战等方式进行攻防模拟 旨在检验和提高 残岩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为了应对北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三国 计划于9月下旬 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布列斯特举行 斯拉夫兄弟2020军演 预计将有接近1500名军人参加 不过塞尔维亚迫于欧盟的压力 9号宣布退出该军演 另据俄国防部此前消息 俄军今年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高加索2020将于9月21号开幕 为期10天 届时将有16万人参与演习 宋老师怎么看 美国向立陶宛排兵 500名美军包括装备40辆车辆 然后这里边包括了主战坦克 包括了步兵战车 您怎么去解脱这种人员和配置 他要进驻两个月 他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美国第一 他想表示一个 就是我是在不断地挺立陶宛 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或者说支持你 反而继续法案 但是这个军事力量 就这几百人几十辆车 能干什么 对 我觉得就是个象征性的 和检测性的 我这个部队去 会碰到什么问题 车辆对地理环境能不能适应 作战条件下 还需要有些什么后勤保障 总之一些相关的 它是在一个试探摸索 和显示性的度 并不具备真实实战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这轮和俄罗斯的地面斗法 是在不断地收录 更多的临近国家 向俄罗斯联合施压 那么这个压力究竟有多大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相关的观察 小叶 好的 俄首任总统叶利钦 曾经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带 列为北约不可触碰的红线 但是近些年来 美国却不断地介入这个地区 甚至威胁控制东欧国家 为其对抗俄罗斯 使用了各种手段 首先手段一 制造混乱和对立 2004年 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加入北约之后 仍然有不少国家 对其次怀疑态度 为了打乱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 使其归于自身控制 美国利用各种手段 介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 甚至积极干预 实施政治颠覆活动 据统计 冷战以来 美国在俄罗斯周边 共策划实施了 八次较大型的颠覆活动 我们再来看手段二 军事上去俄罗斯化 不均受控制盟友 在军事装备方面 美西方推动军事装备去俄化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2019年的 全球军力平衡报告计算 在加入北约后不久 立陶宛海军已经实现 89%替换为美西方制装备 空军实现57% 爱沙尼亚海军实现100% 空军实现50% 拉脱维亚海军实现100% 并且为了防止这些国家 日后再去购买俄罗斯装备 围绕军售武器控制方面 美国主要把控 源头和后勤两块 最简单的做法 莫过于停止飞机耗材的供应 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 美国国防部代表 和洛马公司技术顾问 常驻英国皇家海军的 法斯兰基地 对英国唯一的战略打击平台 前卫级战略核潜艇实施监控 这些核潜艇搭载的美制三叉戟二 第五潜射导弹 都有美方 而且核弹头的转移和使用 美国代表均享有决定权 英国由此成为五个核大国当中 唯一没有核力量决策权的国家 至于频繁用美制F35战斗机 空袭邻国的以色列 近于1981年 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 擅自动用美国军援飞机 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 美国对授与军品的防控不断强化 不经其许可的飞行检查 实行了多年 美以对此都心照不宣 有媒体表示 就连以色列这样的最核心的盟友 美国的军售控制都铁面无情 更不要说中东欧这些美国非核心国吧 查诚 好 谢谢小叶 江老师怎么看 从波兰 立陶宛 格鲁吉亚 就是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 北约这种举动 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 您是怎么来评估的 从格鲁吉亚 跨口黑海到乌克兰 再往西推波兰 立陶宛 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历史上都是与俄罗斯有着 各种各样的恩恩怨言 美国在利用这些年 俄罗斯的不断地反制西方 所采取的一系列这种反制措施以后 又把这个事挑大 你看我们过去所说的 俄罗斯的这种威胁 仍然对你们来讲 仍然是一个威胁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它就获得了对俄罗斯 进行整个战略围堵的一圈 都获得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如果从黑海方向来说的话 克里米亚尽管被俄罗斯拿下了 但是在整个黑海方向上 过去这三十年里头 黑海其他的沿岸国家 都成为了北约的成员国 冷战的时候 黑海当时几乎可以说是 苏联盟的内海 现在在很大程度上 就变成了北约的一个洗澡盆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从空中到地面 可以说美军是强势来袭 难怪有不少舆论在揣测 美国是不是已经存在 对俄罗斯开战的决心 对这样的野心 俄罗斯当然是要亮线回应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据美国国会山报9号报道 美国知名记者鲍博伍·伍德沃德 在自己的新书中披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他采访时 曾经吹嘘美国拥有秘密核武系统 10号特朗普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并强调这些武器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 而此前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 美国是否失去对抗俄罗斯和中国 并取胜的能力的文章 认为美国目前仍然可以同时打 并赢得针对中俄军队的两场战争 或者至少接近胜利 但与此同时文章也强调 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优势 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 针对美国日益加剧的对俄军事挑衅行为 俄罗斯海军近日举行了代号 海洋盾牌2020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俄国防部人士透露 此次演习的主要重点在楚科齐海 以及太平洋和北冰洋方向 聚集了俄军50多艘舰艇 和4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 据悉这是俄罗斯首次在白令海峡水域 举行如此大规模军演 另续美国军队时报报道 8月27号 一艘俄罗斯潜艇在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浮出水面 对此俄方表示俄军潜艇在阿拉斯加附近上湖 是对美国等北约国家侦察机 近期频繁造访俄边境的回应 是告诉他们俄军没在打瞌睡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最近开始炒作 就是美军能否同时击败中俄军队 当然有的美国学者 这个回答和设想很大胆 说目前问题不大 江老师怎么看呢 我们去回顾历史 从70年代开始 美国就放弃着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战略 当时讲的打两场战争 就是与两个大国进行战争 当时的两个大国指的就是苏联和中国 70年代的时候 美国就放弃了这个战争 说明什么问题 7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意识到了 做不到 对 所以改成了打一场半场 对 尽管后来美国的整个军事战略的 这个建设特别冷战结束以后 不再说这个事情 那这些年回的归到这个大国遏制战略 当然会要出现这个问题 就美国是不是跟哪个对手首先进行打仗 打仗的这个问题 他肯定会军事上会要建设 会要想的一个问题 但是同时与两个大国来进行战争 这样一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一个天方夜谈 但实际上它还是反映了美国某些人的一种心态 第一就是仍然是坚持美国霸权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美国要把谁作为头号的战略对手 美国要不要把两个大国同时作为自己的战略对手 最后的结果会要影响到整个美军的建设 那么面对这样的霸权的思维 包括一系列的这种思维影响下的行动 那俄罗斯呢 我们看到首先是用海上的行动做了回应 那俄罗斯能不能在这一轮的对决当中扳回一局呢 接下来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介绍 小叶 好的 虽然近年来俄罗斯海军相对冷战时期有大幅度的萎缩 但是其不对称优势的发挥 使它再次拥有了对美军抗衡的一战之力 首先我们来看 改变规则 全新潜射导弹颠覆美军防御体系 冷战时期 苏联核潜艇装备的229型潜射弹导弹 只有7700公里的射程 只能从接近英国的位置发射 需要航行1000多公里 才能抵达发射阵地 而在这途中将会遭到大量的水面舰艇和攻击潜艇的拦截 苏联为此建造了多达四艘航空母舰和大量的导弹巡洋舰 其目的就是为了掩护核潜艇的导弹发射能力 而苏联解体之后 俄海军通过升级潜射弹导弹导弹的方式 获得了远超以往的打击能力 2007年至今 俄海军为苏联时期建造的 6艘德尔塔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配备了96枚229RMU型弹导弹 其射程史无前例地达到了8600公里 几乎可以在摩尔曼斯克军港中发射后 命中美国东海岸目标 使得俄罗斯海军可以足不出户发动核打击 我们再来看 冷战时期 美国提出了武库舰设想 即为一艘舰艇配置大量的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从而将几乎一个舰队的导弹塞进一艘船上 然而将这一想法实现的却是俄罗斯海军 以北方舰队第12舰队第24潜艇师为例 装备了6艘阿库拉系列攻击和潜艇 第24潜艇师的三轮骑射 理论上即可短时间内打出144枚 具备末端超音速突防能力的导弹 一个标准的美国航母兵队 能够引导拦截36枚超音速反舰导弹 已经是较好的成绩了 很难独立对抗 一个类似第24潜艇师这样的 潜艇部队的全弹发射 最后我们来看 新装备花样百出 美海军难辨真假 2018年俄军试射的空机匕首弹道反舰导弹 被认为具备了十倍音速的飞行速度 此外俄罗斯海军的波赛东 声称可在水下达到200节的急速 如今美海军既要提防 已经成熟的武库舰和海军航空兵 又要担心从未出现过的 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 其军式防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好 谢谢小叶 葛老师怎么看 俄罗斯海军这次海洋盾牌2020的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有评论说这是俄罗斯现代史上第一次 您怎么看 这个第一次它军演的看点是什么 以前俄罗斯的演习 它主要针对北约 主要是在它的西部 西北 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演习 这次是直接对着阿拉斯加去了 那也就是对着美国去了 反过来说就是 美国说要同时打赢 或者说跟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大国 进行这个大规模作战 打赢这两场战争 俄罗斯首先说 你想打赢我门都没有 所以它把这个演习地点 选择到了这个方向 等于是美俄之间的直接 咱们说显示力量 或者说在这掰手腕 那江亿老师怎么看 就俄罗斯的在阿拉斯加附近的 这个演习当中 它的这个核潜艇 厄姆斯克号突然就是上浮了 这个俄罗斯方面说 确实给美军一个很大的震慑 这种上浮您觉得是要告诉美军什么 两个含义 一个是美军这些年不断地 在俄罗斯家门口进行这个演习 那给俄罗斯的这种安全上来说 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那么现在俄罗斯最靠近美国 在哪里 就在楚国际半岛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演习 也是要把这个与压力传导给你 另外一个方面 还是军事上斗争的一个准备 因为从苏联时期开始 俄罗斯的这个核潜艇 攻击的路径 攻击美国的路径 全部是走北极圈这块走 就是跨过阿拉斯加这块 攻击美国本土 这块路径是最近的 同时也是最方便俄罗斯进行攻击 所以我现在就在你的这个家门口 就在你导弹防御系统最靠近的地方 我做好战略打击 做好战略遏制的这样一个准备 好 感谢两位的精彩点评 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其实就已经放弃了 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这样的目标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又在不断地挑适挑衅 去不断地试探中俄两国的容忍的底线 所以由此可见 在美国一些人身上霸权病 已经是病入膏肓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那么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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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